这难道是初恋期哥哥送给波波的第一份公开礼物吗 请大家注意这个采访 今晚的造型很帅气 那你最喜欢今晚的哪个是哪个亮点 小熊猫 靠配置点缀 这是2017年11月9日 弟弟获得年度最受怀疑新晋男演员奖专访 而当晚弟弟对自己发现最满意的 居然是胸前的波波小熊 可这个小熊怎么看着这么远迟呢 难道是谁给我们宝送的获奖礼物吗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有一个人超爱波波的 波波 两个波波 然后在我的胸前 我觉得波波的这个小熊猫的项链很可爱 然后波波系列呢 可以选那个超人形象的小熊猫 波波然后送给我爸爸 那现在我们就来CPM一下吧 众所周知 雅人出狱在2017但相爱的时间线却一直至今成名 但按着哥哥的送礼喜好 叫兰兰就送兰花 叫波波当然也得送波波了 两个波波然后在我的胸前 而这也是波波拿下的第一个演员奖 如果17线是爱开始的地方 那这会不会也是哥哥爱的礼物呢 怪不得开校后的狗仔仔会说 记住一些重要的日期跟时间 然后做一些惊喜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